继续分享天涯神帖系列 人脉的本质 作者 穿透人性 现今社会 几乎人人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群 看似好像在拓展人脉或者圈子 其实早就被大量噪音信息所淹没 不要被人脉所诱导 80%的人都和我们没太大关系 如果你真的想看清人脉 不被人脉这个关键词所误导和诈骗 我下面展开四点 你请注意听 第一 价值交换 人脉的本质是价值 不管是在商业 工作或生活上 如果你的价值别人发现不了 你认识再多的人也是没有用的 并且别人也对你不感兴趣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很容易与各种各样的人产生不同的链接 在生活中 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 多半呈现为朋友或同事关系 很多人说 朋友是因为彼此之间 有共同的价值观 或者兴趣爱好而产生的 可是我们忽略了本质问题 就是无论是朋友 同事 还是亲密的关系 相处都是需要彼此间互有输出的 可能是情感 可能是关心 也可能是金钱资源 无论是哪一种关系 都要彼此输出一些东西 也就意味着我们是有利用的价值 只是价值讲究的是相互匹配 等之交换 所以当自己不够优秀的时候 无论认识谁 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别人不想认识你 你的识别度在别人眼里不高 因此 如果自己想开启人脉圈 首先就得提升自己的价值 第二 有效人脉 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 而是多少人认识你 人脉不是你和多少人打过交道 而是有多少人主动愿意跟你打交道 人脉不是有多少人在面前吹捧你 而是有多少人在背后称赞你 每个人都有特长 不一定是有钱人才有人脉 没钱的人也一样是有朋友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 真正的有效人脉 个人认为是长时间价值的累积 你对别人有价值 那别人才会成为你的人脉 所以当我们想丰富自己的人脉的时候 首先思考的是自己有无足够的能力 在圈子里面能否展现个人的价值 才是别人愿不愿意认识自己最重要的因素 否则进入一个圈子也只是占一个位置而已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 有效的学习上面 当我们达到足够优秀的时候 很多的人脉都是不期而遇的 第三 释放价值 混人脉和资源互换不是第一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是释放自己的价值 一个圈子就像是一个大的染缸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勺子在里面 咬上一勺 从而快速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么试想一下 如果都想要 谁来付出呢 答案就是 组织者 组织者的付出 所有人都看得见 很多人都想认识他 或者是被他的分享内容所吸引 所以如果想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么就要学习观察 别人想要什么 因为只有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自己刚好有 然后分享给别人 帮助别人 这才是本质的链接 真正的高手都是爱分享的人 知识与人分享 才能变成价值 第四 等价交换 如果自己没有本事 没有资源跟别人交换 那么人脉就是个笑话 别空着手去哀求贵人 要拿着自己的价值去交换 你有时间去巴结别人 还不如塑造好自己 这里的价值 更贴切的说法是被利用的价值 在盘点人脉关系前 冷静问问自己 你对别人有用吗 你无法被人利用 就说明你没有价值 比如说 在职业规划上 就是提升你的被雇佣价值 你越有用 你就越容易建立强大的人脉关系 其实很少有人 能和自己地位相差太远的人 建立真正的人脉关系 就像一个平常人 即使有幸可以和马云建立链接 他也不会对你有兴趣 一个人 与其匆忙花费精力 漫无目的认识朋友 不如事先确定好自己的价值定位 然后有针对性的传播 了解人脉 掌握人脉 没有资源就难有人脉 反之 有资源就有人脉 也有助于创造自己的价值 这一期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完整系统版 请看全文